今天目標破兩千好不好 好 謝謝 當然這一次這個352地區 我們這個國際福樂院辦的這個活動 其實是希望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都注意肝臟這件事情 那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肝臟是全身上下的器官 最沒有聲音的一個器官 沈默的器官 對對對為什麼這麼說 是因為它有任何的不舒服 它都不會讓你有感覺 但是當你有感覺的時候 已經可能會需要是比較治療的部分 所以那我們這一次 國際福樂院的352地區辦這個活動 就是希望讓所有的民眾們 能夠提前發現提前檢驗 然後讓大家能夠更早的提前預防治療 所以我們這一次其實還是有一個 終極的目標 對對對 對 這個很厲害 你看最近這幾年我們台灣那個 肝炎跟肝癌的舉數 其實一年比一年多耶 對 每年大概平均多 大概一萬人次左右 其實這個是很可怕的一個數量 對 因為我們台灣在這30幾年 一直在做這個 這個肝臟的肝臂 可是最近這幾年一直往上提 是 所以我們這個 平常我們來多多照顧我們的肝 肝就是因為 什麼沒有睡覺啦 什麼爆肝 那個不是跟肝沒有關係 最主要是因為酗酒 像一種回胖的 或者有吃一些 還有吃一些藥的 對 亂吃成藥啊 還有一肝心肝這些都是 對 所以我們有終極目標 我們剛剛也才知道 其實這個終極目標很厲害 對 我們的目標是要在2025年 聽到我剛剛聽到這個真的 我覺得 真的我們比國際還厲害 對 國際的目標在2030年 2030年 我們台灣要在2025年 能夠讓C肝這個問題 在我們台灣消失 打破一下 打破一下 希望我們大家要保護我們的肝 好不好 好 對 而且我們今天其實這個是 完全免費的活動 對 可是我今天早上來的時候 我跟志偉都嚇一跳 因為今天其實是兩千人的現實 對 是 我們當然希望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都能夠到 本來我們很擔心今天天氣不好 大家可能會想說冷冷的 在被窩裡暖一下多舒服啊 結果到現場看 喔 原來大家都怕自己檢測不到 對 所以都很早就來啦 所以 看我見 這種場面 台灣的國人 真的因為受到我們 那些執行長一直推動 是 讓我們台灣國人知道 要保護自己很乾 對 所以我們的目標很快就達成了 一堂 最後一祝大家都有個 好心感 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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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